环保署长张子静天跨海拿到澎湖 进行环保视察 同行者包括是行政院环保署总队长李建宇 检任秘书林淑林 县政府环保局副局长许家沛等人 由马公市长黄建忠率领行政团队接待 向署长报告储存厂示范园区改善以及未来发展 车辆泰换计划等等 首先由马公市清洁队代理队长舒淑娟 当面向环保署长报告车辆泰换计划 以及马公市多元化智慧垃圾桶示范计划等业务报告 由马公市来说 我们大概一天的游客量 从卡文过来的游客量大概有几万种 它都会在我们马公市这边消费 在这边生活 它住宿所以衍生下来的垃圾量是很惊人的 所以说我们马公市目前为止 也是垃圾问题 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也谢谢我们的长官们从台湾这边来关心我们 我们是也期待我们的长官能给我们一些资源 让我们把我们的马公市的环境 让它变得更好 因为我们的设备也很多都老旧 因为它经费有限 所以也是期望这些长官能给我们适当的辅助 因为我们马公市的大丸 所以好像跟临近的香水朋友帮忙 他们的秩序 我想这个如果我们未来再需求机具 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 其实我们会比较 比较更严重的支持 因为有时候有的要求机具 但是它如果它本身的服务的人都不胜很多 那我们第一个都会不关心 就是它有的人可以操作 比如说它车子比人来多 它没有人开 它没有人不比 或者说它使用的效率 而且这样的人可以 有话想要去帮助我们的 所以它效率就会更高 那我想将我们的朋友 跟临近来支持 马公市长黄建中表示 马公市是澎湖首善之躯 感谢中央关注地方环保业务 由于马公市公所清洁队 抓斗车迄今已经使用16年 水肥车已经使用15年 受到海风影响等机具已经腐蚀严重 急需态换车辆 以维持马公市的垃圾回收清运工作 希望中央能大力支持 以利马公市公所环保业务的推动 今天很高兴 我们的环保署署长 人力临澎湖 来到我们的马公市公所清洁队这边 来看我们的一些简报 我们也提出我们马公市清洁队 对于环境垃圾方面的一些 需要环保署一些帮忙或补助的部分 他署长也很乐意说因为我们澎湖环境比较特殊 他也有承诺说会适当 以最优先的方式来辅助我们清洁队 包括我们的场域或者是我们的机器方面的一些老旧设备的一些帮忙 另外为了配合行政院2003年自定的垃圾零废弃政策 澎湖今年来每逢旺季便有大量的观光客前来 从而制造更多的垃圾 也让环境维持 回收人力 清运成本的提高 因此马公市希望建立绿色社区示范点 推动智慧垃圾统计划 以提供具体可行的垃圾解决方案 达成减少 碳排放 改善生活品质 提高社区永续整体目标 市长黄建忠也强调 澎湖环保业务 为运不易经费都需要仰赖中央补助 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因此希望中央能够大力帮忙 透过补助车辆太坏 以及智慧垃圾桶建制计划等 让马公市更加美丽 环保 宜居 记者 王海龙报道 未经历